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士好 我和你老妈听说你去武汉了 感到很突然 一点思想精神准备也没有 你提前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们很是惦记你的安全 所以说你既然去武汉了 就应该为武汉的人民群众做点什么 应该就是说积极向上的报道一些客观公正的 一些所见所闻 让人们看到你的报道之后 有一个精神上的鼓励 感情上的抚慰 这样也不需此行 可是一是千万不要去添乱 二是不要发牢骚讲怪话 那些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总之吧 我和你老妈盼望着你安全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嗯好 那个保护好自己 你只有自己保护好自己 然后呢自己健康 然后你才能帮助别人 我和你爸等着你平安健康的回来 支持你啊 我们两个都支持你 在这个灾难面前 能够临危不惧的去到武汉 去为武汉人民做点实事 精神可嘉 值得赞扬 但是一定要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我再重申一遍 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注意安全 各方面的安全 都要注意啊 等着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 感谢观看